不然如果我還是百分之百純手工生產下去 絕對會落入賺越多花越多惡性循環裡 我將會因為生意太好而面臨倒閉 大家好我是七索 在上一支跟熱血老闆James合作影片中 我們聊到了藝人餐飲創業的各種方法 今天我想要再進一步跟大家聊一聊 除了藝人餐飲創業外 如果你想要創業開小型餐飲店 也就是員工人數在5人以下的餐廳的話 會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 這支影片我們將從三個面向來討論 1.為什麼現在開餐飲店應該要做小規模餐飲 2.從政策面來看 有哪些方法可以解決缺工問題 3.從作業流程來看 有哪些方法可以解決缺工問題 我們先從為什麼這個時代開餐廳 應該要做小規模餐飲 我經常會在社群平台上 看到許多教創業機構或線上課程 廣告台詞是 如果你沒有要把店開成連鎖店 你就不應該餐飲創業 或是如果你沒有要上市的企圖心 就不要開公司 之類的口號 我認為這些都是很不符合時宜 而且很容易誤導新手老闆們的宣傳口號 原因有兩點 1.台灣餐飲業正在朝向M情況發展 因為餐飲成本結構改變 這個時代的餐飲要做大生意 那你必須要在初期就往規模化的方向設定 例如一開始就建置中央工廠 或大量採購設備 讓至少70%以上的產能能夠自動化生產 不然在這個餐飲成本結構完全不同以往的時代 你從小店做到連鎖店的過程中 一定會卡在不大不小的中型店 因為這個規模已經讓你失去小店的營運彈性 也沒有連鎖店的規模經濟優勢 2.開連鎖店或大型店的首要條件是資金充足 你要嘛是由股東投資 或是家裡本來就實力雄厚 不然一般創業小白第一次創業就想開連鎖店 不只是資金根本撐不起來 你做生意的思維能力 現階段也還不匹配 這件事也絕對不是上任何課程就可以學會的 除了資金外 人脈、資源、甚至政商關係一項都不能少 請大家還是要有基本判斷能力 不要被各種課程廣告給誤導了 以上兩點就是我認為 如果你是白搜起家資金有限小老闆 無論是你的餐廳已經經營一段時間 或是在看這支影片的時間點之後 你要開始人生的第一家店 除了開小規模餐飲是你最健康的選擇外 你也應該要努力的 把餐廳規模持續維持在小規模內 也就是營業額要設置天花板 以免盲目的沖高萊克樹和產能 又露露了 必須要無限擴充設備和能力 卻沒有成本優勢的惡性循環力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血淋淋的故事 這是我自己的真實故事 我之前在台南開的漫步左岸發史點點 是我一個人獨自的小店 為了開店和擴張生意 我前後跟銀行貸款了400多萬 背最多貸款的一年 每個月要還8萬多塊的貸款 加上店裡的人事、食材和電租等固定花費 每個月固定支出大概都落在50萬上下 生意好的時候這個數字還沒什麼感覺 但如果連續幾個月生意不好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各種固定成本 正在快速的侵蝕我的老本 而在疫情後 因為國際食材成本飆升 人力成本大漲 整個台灣餐飲業成本結構都改變了 從這個階段開始 我甚至發現我一個月破百萬的業績 利潤卻沒有以前一個月只做七八十萬的時候好 因為除了利潤越來越薄以外 大部分的淨力幾乎都被多出來的加班費給吃掉了 在這個時期我突然意識到 除非我要再投資一筆資金去建置中央工廠 讓多數產能能夠自動化生產 以降低人力及食材成本 不然如果我還是百分之百純手工生產下去 絕對會落入賺越多花越多惡性循環裡 我將會因為生意太好而面臨倒閉 我知道這個倒閉理由聽起來很荒謬 但這就是多數中型規模的餐飲店家 在疫情後所共同面臨的挑戰 分享這段經歷的主要目的是想告訴大家 在這個各種餐飲成本已經不同以往的年代 你千萬不能用舊式的開餐廳思維去做餐飲生意了 好,當你知道了開小規模電型才是利潤來源 或許你會想問 可是現在餐飲業缺工這麼嚴重 我如果開小型餐廳依舊請不到人怎麼辦 的確,在這個年代不敢做任何生意 缺工都是最急迫性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從大方向政策面來看看 餐飲業要如何解決缺工問題 這個階段我們要來參考 跟我們生活及餐飲消費模式最相近的日本 看看他們的餐飲業是怎麼解決缺工問題的 1.雇用外籍移工 日本同樣因為面臨少子化和老年化夾擊 在缺工問題嚴重的情勢下 日本政府在今年2024年把外籍勞工招募人數上限 調到80萬人 是源於有法規的兩倍 我今年9月去東京旅行時 無論是在旅館、便利商店或餐廳 都有遇過會養日文的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籍的員工 這種狀況我想在未來比例只會越來越高 但因為這跟法規有關 就算台灣法規通過了 接下來還是有語言隔閡和文化差異等問題需要克服 除非你是工廠型態的生產模式 不然我想聘估外籍移工的運作模式 短期內對台灣小型餐廳暫時還頒不上忙 2.雇用飲法族工作者 到2022年為止 日本已經有4成企業開始雇用70歲以上的長者 礙於體力關係 他們多數是分布在餐飲服務業 從事簡單、重複性高的勞力工作 這個方法在台灣小規模餐飲業裡 雖然影響力不大 但的確是能夠幫上一些忙 3.使用機器人和AI系統來輔助 送餐機器人、烹調機器手臂等各種科技生產力 都是日本許多科技公司這幾年研發的重點 只是現階段礙於自動化設備還無法不及化 建置的成本也只有大型企業負擔得起 而台灣也是相同的狀況 所以這一點對小規模餐飲業暫時也幫不上忙 很不幸的 以上三個解套方法 只有一項 雇佣銀法族工作者 做重複性高的低勞力工作 是台灣小規模餐飲業 勉強可以適用 但影響不大的 既然這些方法都不適用 那看來小型餐廳只能自救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小型餐廳有沒有可能透過作業流程上改變 來大量降低人力需求 避免缺工問題影響到餐廳運作 一家餐廳的運作可以分為內廠及外廠 內廠指的是廚房 以及其他客人無法進入的生產製作區域 而用餐區及外帶區等 客人可以自由進出的地方 都統稱為外廠 內廠會因為餐飲類型不同 從備料製作到出餐 都會有很不同的SOP 很難用一套通責去概括所有類型的餐飲 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內廠 可以如何節省能力 可以參考上一支佛和James合作的影片 這支影片我們會把重點放在 要如何透過改變外廠的作業流程 來降低人力需求 傳統有提供內用的餐廳 會把外廠員工以職責不同 規劃為外帶 領台 走餐 菜口 服務人員等 不同功能性質的工作站台 這些工作站的員工 從開店準備 尖峰餐期 尼峰餐期 交接班 倒閉店打烊 都有不同任務內容 優點是可以各施其職 在系業工作都有人負責 絕對不會有人閒在那 不知道要做什麼 但缺點就是人力需求太大 放到這個時代 餐廳的食物運作上 能做到這麼完整體制的小型餐廳 真的只是少數 在人力缺口越來越大的趨勢下 小型餐廳可以做的 是從顧客的消費流程 去修改整個作業流程 我們做個假設 我經營著一家位於辦公大樓區域裡的 小型漢堡店 店內一共有8個座位數 員工人數有3人 加我一共4個 因為主要營收來自於外帶 所以廚房的產能上限 決定了我一整天的營收 我們從顧客消費流程來看 可以把他們動作分成 內用及外帶兩種服務流程 我們先來看內用 內用客人會做以下動作 定位 到店點餐 付款 送餐 收餐 這些服務如果在尖峰餐期 至少也要消耗兩個人 這同時也代表了 你的內廠生產能力只剩下兩個 除非可以提早備料 讓每一顆漢堡的製程 在幾分鐘內完成 不然只有兩個人力生產的運作下 不只是營業無法提升 過路顧客發現要等待 而放棄改去識別家 這不只是讓我少賺更多錢 更不用說 有員工休假時 這個狀況只會更惡化 但這個時代我應該要做的 是要盡可能的把非生產力的工作 交給線上作業系統去完成 去精簡調外廠原本需要使用到人力的地方 從定位開始 我可以讓顧客使用線上定位 及點餐系統 讓他們在定位同時 就選好餐點甚至付款 當他們到達餐廳時 只要由一位員工確認顧客到了 通知內廠開始製作餐點 餐點完成時 擺在取餐處 讓顧客自助取餐 用餐完畢 再自助放回收餐口 也就是即使是尖峰餐期 外廠也只需要留一位員工 處理過路客及突發事項 多出來人力 你可以選擇 是要讓他加入生產限制做餐點 增加營收 或是直接精簡調 以降低人力成本 增加利潤 而這個邏輯 是可以完全被套用在其他項是 健康餐盒 鍋燒飲麵 咖哩飯 咖啡清食 早餐店等 小規模餐飲店行李 我相信這時候會有不少老闆說 市面上現有點餐系統 客人總是抱怨又醜又難用 這個痛點 在深耕餐廳POSE系統多年的 iChef聽到了 由iChef在10月份全新升級的 掃碼點餐系統 我前陣子才實際操作過 真的是印象深刻 相信他絕對也會讓你的客人們眼睛一亮 iChef全新掃碼點餐包含了三大特色 獨家主題配色 包含了與星宇航空 在第二行下貴賓市同款的星空黑 讓你的餐廳整體調性 更具風格及質感 餐點圖大三倍 餐點細節放大三倍 手機點餐也能有視覺衝擊 配餐選項看得見 套餐選項都能夠放照片 排排站畫面看起來超澎湃 即日起使用我的專屬連結預約體驗 購買就多送iChef POSE系統一個月 一起告別傳統點餐介面 讓iChef把你的餐點美味度及精緻度 多加倍放大 詳細資訊請參考下方資訊欄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外帶的消費流程 這就更簡單了 客人會做的動作是 點餐 付款 取餐 你一樣可以透過線上系統的輔助 讓顧客在家裡就先完成所有動作 時間到來店裡拿了就走 其實無論你如何簡化外場作業流程 最終目的不外乎就是兩個目的 1.增加內場生產力 提高營業額上限 2.減少外場能力需求 提高營業額 而這兩件事 正是小型餐廳在這個時代 能夠持續生存並賺到錢的關鍵方法 讓IT系統進到小型餐廳服務流程裡 取代原本任何非生產力 但仍需要人力去完成的任務 是我認為現階段小型餐廳 可以改善缺工問題最好的方法 很多人會說 在大環境這麼不友善的時期 你不應該推薦大家進到餐飲業創業 餐飲業現在根本賺不到錢 但我們從人類最原始的需求來看 就算所有產業都消失了 跟食物有關的產業也絕對不可能消失 因為這關係到人類基本生存問題 至於開餐廳賺不賺得到錢 關鍵只在於你賣的品項夠不夠剛需 好不好吃而已 相信我 一直到今年 我還是看到不少餐飲老闆 默默賺到錢再去轉投資 完全實現了自動化賺錢的系統 現在會認為賺不到錢的人有很大的機率 是因為你還在用傳統的觀念 以及方法做餐飲業生意 這幾年已經有許多政府統計資料證實了 因為大環境不如人意 創業一定是越來越多人不得已的選擇 特別是年輕時代 他們更勇於拒絕不健康的職場環境 努力的在工作跟生活中尋找平衡 在世代思維的轉變下 創業在這個時代反而變成了一種剛需 既然倉飲創業已經變成多數人職雅的新選擇 我們應該要做的是用更聰明的方式 和另外一種角度的思維 去反轉傳統眾人認知裡 做餐飲是低門檻無路可走的人才會做的選擇 只要你不做網紅餐飲不超短線 它還是能成為你收入的主要來源 這支影片只算是個起頭 在接下來我會陸續有幾支影片 也都是會聚焦在小型餐飲創業這個主題上 如果你是餐廳小老闆 或是即將要進到餐飲業大膽身手新手老闆 請你務必要按下並閱鍵 持續追蹤我的頻道 今天影片就到這 我是希索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